好 感谢主 在第七篇之前呢 我们把前面六篇重点复习一下 第一篇最主要讲到什么 是耶利米 耶利米是什么 是神的生言 罗细的生言者 这个生言者 他心里他是以神示意 对外面来讲 对筹题来讲 他是艺人军 他是奸臣 他是什么 铁柱 他是铜墙 他是为神说话的那一位 对不对 在里面来讲呢 他是以神示意 常常在神面前来哭泣 所以今天我们服侍弟兄姊妹 常常是经过什么流泪谷 把弟兄姊妹带到什么 活水的泉源 第二篇呢 就讲掉了圣经讲耶利米书的什么 和人 这个和人 特别讲到神的经轮 有四个经节啊 我们一定要记起来 弟兄妹也特别一直强调 在《生命读经》也常常出现 有四个经节 讲到神的经轮 第一处就是 耶利米书的二章十三节 看见神是我们的什么 活水泉源 但以色列人 怎么样 离弃了这活水的泉源 做了这一件的恶事 但是感谢神 虽然神用列国来对付他们 但是我们的神啊 非常的慈爱 怜悯和信实 这就带进了耶利米哀歌 就是我们要背的三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虽然以色列人离弃他 但是呢 我们不自消灭 我们注意什么 耶和华的慈爱 因他的连续不自断结 每早晨都是新的 神啊你的信实极其广大 所以我们看见 这带回来 那带回来什么呢 就需要一个救赎 第三个重要的经节 就是耶利米二十三章的五到六节 就需要这位基督 是我们 是那个公义的苗 他不仅救赎了我们 他焉花是我们的义 然后就带进到最重要第四个经节 就是我们刚早上读的 三十一章的 三十三三十四节 他要赐给我们新约 把生命的力放在我们里面 还要写在他们的心里 这个生命之力力在我们里面 规律我们 叫我们能够认识神 叫我们能够活神 他要做我们的神 我们要什么 做他的子民 这就是四个重要经节 讲到耶利米苏在神的经论里的和人 然后呢 第三篇就说到呢 以色列人做了这两件二事 但神在完成他 经论上是信实的 阿们 这个信实要引导我们 进入到他的经论里面 就是我们要吃他 我们要怎么样 和他 我们要享受他 吃起他 成为他的扩大 扩生和彰显 这是第三篇讲到神的信实 然后这个成为他的扩增呢 最主要的就是要享受他的话 就进到第四篇 看见我们要成为他的扩增扩大 必须要享受神的话 做我们神圣的供应 不仅是这样 他不仅这个话是我们的启示亮光 这个话更是我们的食物 哈利路亚 这个食物就像耶利米苏 我们有个经节叫做 十五章十六节 耶和华万君之神啊 我得着你的原意就是怎么样 当作食物吃了 你的原意吃了 我们心中的欢喜快乐 换句话说呢 这个话不仅满足我们 成为我们的食物 也成为我们的欢喜快乐 所以我们天天需要让基督的话 风风风风风的什么 住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呢 从第四篇看完了这样 然后进到第五篇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就看见 神是那主宰的姚将 我们是他的什么 器皿 主宰的姚将 就看见神主宰的权柄 那器皿呢 强调我们要成装他 来彰显他 成装他 特别我们要做一个 敞开的器皿 我们就能够被变化成为 蒙莲敏德尊贵和荣耀的器皿 最后就到了第六篇 就看见呢 整本圣经 特别是耶利明起述 我们以神示意 这以神示意 是整本圣经的启示 它也是一种生命述的原则 哈利路亚 我们要达到一个目的 就是神圣启示的高峰 就是神要什么样 成为人 为人什么 成为神 是在什么 生命和性情上 但不在神格上 成为神 其实这六篇就讲完了 就总呼吸完了 所以啊 这个就是啊 前面六篇的 主要的负担 它的中心线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要看这个 第七篇 来 第七篇的篇题 我们读一下 在永远之神的 慈爱 连续和信实上 认识神 这个破题 英文是这样 是要认识耶和华 主词是认识耶和华 耶和华是那永远的神 在他的 这个所谓的所事 里面 他是那永远的神 然后呢 在什么 神圣的属性 在神 慈爱 连续和信实上 来认识他 这样清楚了 因为中文是这样翻 英文 那这个题目呢 就构成了四个大的当要 就看见 我们先看见 这位神 就是万 耶和华 是万君之耶和华 Amen 第一点 看见他的所事 他是那一位永远的神 第二个 看见 他的宝座 是他的行政 他的宝座 存到万代 第三个大纲 就看见 这一位神 他是慈爱 连续 信实上的 这一位神 最后呢 第四个大纲 就会看见 这个耶和华 他是我们的分 我们需要仰望他 需要等候他 也需要呼求他 Amen 所以整个大纲 纲要事物就做完了 那现在我们看 从这个细节 第一大题上 看见 一起读一下 耶利明 称神为什么 万君之耶和华 特别 他不仅是耶和华 是万君之耶和华 万君耶和华 在耶利明书 最好超过八十几次 你看这个引经 从耶利明书 五章十四节 耶和华 万君之神 如此说 一直到六章 万君之耶和华 如此说 到七章 九章 十一章 二十章 这里都看见 我们的神是什么 万君之耶和华 Amen 最少超过八十次以上 那这位耶和华是谁呢 他的所事 他是真神活神 他是永远的王 强调永远 耶和华的名字的意思 就是 我是那我是 英文就是 I am Who I am 这个好像 这个英文就没有结束 I am am是什么 动词耶 英文没有人这样写 I am是什么 你是一个 律师 还是什么 教师 还是engineer 工程师 一定是要这样形容嘛 但是啊 很奇怪 这耶和华名字 没有 I am 就是 那我是 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是 只有他是 而且这个名字 这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是那 习是 今是 以后什么 永是 哎呀 你看看 我们是不是啊 八九十年前 我们现在是是 八十九年前是在不在啊 八十年前就不在 八十年后呢 也不在 所以呢 我们不是永远都是 但是这位神的名字 就是 我是 是讲到他的 永远 他是那一位 永远者 就是那 习是 今是以后 永是的那一位 这里讲到 出埃及基亿啊 三章十几节 神对摩西说 我是 那我是 为什么特别讲这一点呢 因为这个注解啊 就是后面的纲要 这个注解意啊 就是讲到后面的纲要 他是那耶和华自有的神 我是 是不依靠自己以外的 任何事物的存在者 所以我们 他是一切那正面事物的实际 就是那我是 那这里看见呢 在约翰八章的时候 主耶稣怎么讲呢 特别是八章二十四节 所以我对你们说 你们要死在 你们的罪中 你们若不信 我是 必要死在你们的罪中 所以看见呢 这个名字 主耶稣 他是那 我是 特别在 约翰十六章 我记得呢 特别是 宾丁 要去捉拿主耶稣的时候 特别在 克西玛尼言 对不对 人家说 你们找谁啊 我们要找拿生的耶稣 主耶稣说什么 我是 哎呀 这个他们就退导到后面 所以我是 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讲到这一位啊 他们知道 我是 就是讲耶和华这一位神 所以呢 第二小点就看见 我们不仅他是那我是 我们要信他是 耶和华是那是一位 我们必须要信他是 Amen 这里引经 西白鲁十一章六节说啊 人会有信 就不能什么 得神的行业 我们到神面前来的 必须是什么 信有神 其实这个翻译不是 原文是什么 信他是 信神是 He is 他是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啊 我们啊 他是就是这位神 Amen 所以他不仅是那永远者 他是那我是 我们还要信他是 Amen 不仅信他是 这位我是的神 他就是那位 包容万有的一面 他是一切什么 正面事物的实际 所以你看 是不是啊 这边耶和华这一章说啊 他是生命的粮 他也是什么 世界的光 十章这边讲说啊 他是什么 好牧人 十四章说啊 他是道路 实际和生命 他是一切 我们不是 所以呢 我们不仅信他是 我们要天天享受他是 Amen 所以呢 除了耶和华以外呢 其他一切啊 都是西无 他是唯一的所事 那一位真正存在 我们里面的 Amen 好 我们再读第二中典去读 来 公义 第一中典强调 他是 他是那一位 所事是永远的王 第二个强调 他是万君 把这个万君 圈起来 这个万君呢 英文叫做 Johava of Host Host Host好像是主人啊 但是在西伯来文呢 他的意思是 Johava Sabao Sabao Sabao的意思就是说 他是万君的意思 以中文来讲 他是千军万马 Amen 他是那千军万马 众军的首领 就跟这个第一个 小点一样 来读一下 万君之耶和华 这名表明 耶和华 至少还在乎 十字 将众军之主 他是统帅万君的 他不仅是我事 是那一位永远的神 他更是什么 万君 统帅那位严守的主 弟兄姊妹 你是不是觉得啊 我们的主是那个 统帅万君的 不要记怕 圣经呢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就是王下六章 有一个势力 看见神是那 天上众军的统帅者 王下六章呢 那个亚兰王 要跟以色列人征战 那时候在多丹城 那时候以利沙 也在那个城里面 那以利沙有一个 少年的侍从 一看见 多兰军 哎呀 带了那么多军队来 他非常的惧怕 那以利沙怎么讲 特别在十六节 以利沙怎么看见 他就啊 说啊 不要惧怕 因为 以我们同在的 比他们的 军队多 不要怕 所以以利沙马上就祷告 十七节她就祷告 她祷告呢 耶和华神啊 求你开她的眼睛 特别是少年 因为少年人很害怕嘛 求她 开她的眼睛 给她 她看见 看见什么呢 这位满山 都有火车火马 围绕着以利沙 就是啊 以利沙场就有 万军的军队在这里 Amen 弟兄姊妹 我们碰到仇敌的时候 攻击的时候 你要看见那属灵的同在 这位属灵的军队 就在我们旁边里面 是不是 我们要看见 属灵的范围 就是神的军队 这个军队 比亚兰的军队 更有能力 这就是我们常常的经历 不要害怕 神的军队 以我们同在 好 那我们从第二小点 就读到第四 来 这个万军之优华是谁 来 第二 万军之优华 是荣耀的 就是那 第三 第四 好 这里的思路是说的 这位耶和华神 他是万军之耶和华 他也是那 荣耀的王 这个王 就是经中级的三一神 经过过程的这一位 三一神 是这位基督 他将来呢 要带进这国度 是不是 他要被高举 哈利路亚 Amen 今天 弟兄姊妹 我们要看见 这位万军之耶和华 是宇宙的主宅 Amen 可能很多人 对美国的选举 是不是 你们觉得川普 当前总统好不好 可能你会有一些的评论 然后台湾的选举 你觉得好不好 可能你有一些的看法 但是 弟兄提醒我们说 我们的魂 不要捡进去 你要看见 所有的宇宙的安排 都是神主宰的权柄 我们这位神是万军之主 是不是这样 你看圣经 以色列亚兴起好亡 但大部分都是坏亡 是不是 神允许在这里 你要看见呢 这个是神主宰的安排 今天我们就怎么样了 我们要看见那属灵的异象 看见只有这位神 祂是那万军之主 祂是主宰世界的一切的王 所以呢 我们只有什么 更多的被主的画手构成 这一次我们导演被讲啊 信息大气非常的蒙人 早上我就讲说 十二篇的 是不是要给他鼓励 给他给他奖赏 总而言之呢 地区们追求主的话 被主的话所泡透和构成 你就会转变你的观念 转变我们的魂 不受这样地上的影响 但是看见 宇宙这位是万军之优化 就是神主宰的权柄 好 然后呢 他不仅是 可以是被高举的那一位 他是有权能管理列国 废王立王都在他的手中 好 我们读第五 小点 一起读 特别是呢 这个祭司职份堕落的时候 我们的万军之耶和华就要做事了 他就欣喜呢 哈南的祷告 你知道哈南祷告啊 他怎么祷告 他不是为了他自己 他是以神配合的 他说万军之耶和华 你看 他就这样祷告 万军之耶和华 你要赐给悲尼一个男孩 我必将他终生地献于耶和华 就是沙穆罗的出身 所以沙穆罗的出身 就转移这个时代 所以一方面看见 需要哈南祷告的配合 但是一方面看见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 Amen 好了 那我们第一个 这个 这个点 大点呢 特别强调 这位万军之耶和华 他的所事 他是那永远的神 这一位 他的名字 还有他是永远的那一位 那第二大点呢 就特别谈到他的行政 他的宝座存到万代 这里耶和华 你读五张 哀歌五张十九节一起读 第二大点 来 耶和华 十九节一起读 你知道耶利米哀歌的背景 是不是这样 那个时候你知道 我们耶利米啊 没有被掳 对不对 当啊圣城被毁的时候 是不是 百姓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 在神诸在南牌下 耶利米虽然有被抓 他后来 你去看四十章 他被副卫长释放 所以呢 在神诸在权柄呢 他没有被掳到巴比伦 但是啊 他看见以色列人 你看 以色列人堕落 需要被惩治 但是呢 列国又惩治得太厉害 甚至啊 百姓被掳 圣殿被毁 被烧毁 圣城被 所以荒凉 你看 那个情形时候呢 耶利米其实啊 心情是进退两难的 他心情是很复杂的 你看哦 我读前面几个 你看 五章十八节怎么讲呢 因为 西安山方凉 狐狸行在其中 哎呀 你看啊 你是一个生严者 你看到 西安 西安啊 不得了 对不对 耶路上网的高峰 西安竟然什么呢 成为狐狸行在地上 还有 耶利米这个 哀歌四章一节 以色列人像什么呢 黄金 像黄金 黄金 合金 湿光 集纯的金 金合金 变色 换句话说 以色列像黄金 像重要的金子 今天全然变色 所以啊 你看耶利米心情啊 是非常复杂的 一方面他看见 以色列背叛 不忠贞 不争结 他需要神的审判 该受惩罚 是不是 列国来对付他 但是呢 列国对付的太过分了 是不是 到时候 这个所有的被掳了 是不是 圣城被毁了 所以呢 耶利米啊 那时候心情是非常 我刚才讲 这边叫做 进退两难 非常有这样的心情 但是感谢主 耶利米有一个转 从属人的感觉 转到那 神圣的属性 他这个神圣的属性 就是耶和华 永远的所事 和他什么 不变的行政 这个所事 就是这位永远的神 他是我们 永远的生命 这个行政 就是他的宝座 他的宝座是不变的 是存在万代的 好了 这个思路这样就很容易了 所以你看见呢 第二重点就描述呢 圣殿被 耶路撒冷被轻覆 圣殿被烧毁 百姓被迁徙 但是我们这位主是 仍旧施行他的什么 行政 所以啊 耶和华 你是存到永远的那一位 注明我们的神是那 永远的神 好 这一二小点我们一起读 来 第二 第一次我们的经典 我们的神永远不改变 万物会改变 人会改变 但是我神总不变 我记得我们喜欢唱啊 敬拜父的时候啊 每次有新人或是年终爱艳 我就唱 喜欢唱三十一首 因为三一首摸着 不仅是爱的问题 它是怜悯的问题 其中有一点说啊 第二节说啊 怎么样 虽然怎么样 宇宙逐渐改变 但是我神主不变 他的爱情 他的爱情 同他的话 向着我们永远地 太好了 我们的神是不变的 他的话 爱情向我们 是永远地的那一位 哎呀 你看是不是宇宙会改变啊 我们这个北一啊 很多人很喜欢做生意 所以在我们北一店啊 开了好多店 特别是啊 那个 不是饮料店而已 就是啊 餐厅啊 吃饭的 但是啊 不到三个月后半年 通通关门 而且很快 很多人以为啊 做生意很好赚钱 不 外面 外面的形势啊 转变得太快了 所以啊 外面的环境会改变 甚至呢 我们讲的 以宙来讲 许多的万物都会改变 但是我神总是不变 那怎么办呢 就像亚伯拉罕这样啊 他就要 呼求耶和华 永远神的名 这里永远的知识 永远神的名字呢 叫做伊勒什么 伊勒代表什么 大能 伊勒代表什么 永远 就是永远的大能 就是这位永远的神 所以今天我们呼求 主耶稣 哦 主耶稣 亚伯拉罕怎么呼喊啊 伊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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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亚伯拉罕呼喊 这位永远大能的 这位神 我们也呼喊这位神 当我们这样神圣地 称呼的时候 这位永远的神 就敬享受我们 敬享受我们 永远的生命 所以这边讲到说呢 亚伯拉罕呼求耶和华 这大能者 就敬礼神 永活那一位 他就是什么 永远的生命 所以我们看见 外面要改变的时候 我们要转向一个很重要的 第一个是神的琐事 第二个是他的行政 他的琐事 是这位永远的神 天天做我们的享受 享受成为我们 永远的生命 另外他的行政 我们要看见 他的宝座 纯到万代 他是不改变的那一位 所以第四中 终点一起读 你的宝座 第一小点 第二小点 所以呢 这里就给我们看见 当万物改变的时候 我们的神不变 特别是他的琐事 和他的行政的里面 所以我们记得 他永远的琐事 这位神 天天做我们的供应 他的宝座 就是他的行政 永远是不改变的 这一说出时呢 这个摸到神的金轮 耶利米B 他从自己 属人的感觉出来 摸着神的身位 和神的宝座 并进到神的属性里 Amen 这就是我们的 第三个标语 我们的感觉 可能像耶利米一样 可能你很多的感觉 在教会师父中也是 我们可能个人 有很多的感觉 但是我们必须 记得 从我们自己的感觉里 进到神圣的属性里 就是他的所事 他的行政的里面 他这里讲到身位呢 是讲到这位永远的王 就是这位永远的神 这位 他的行政 就是找到他的宝座 所以这个 进到这个里面呢 他的总结就是 新耶路撒冷 我们看我们 第五个重点 这个总结 来一起读 这一方面是不能够震动 永远不变的 他的身位 是永远的王 他的行政上 是那个宝座 是不能改变的 他就是那一个 带我们带的什么 不能震动的国 所以西伯来书 十二章二十八节说呢 我们既领受了什么 不能震动的国 是不是啊 我们的神 是不改变的神 也可以讲说 不能震动的神 那我们呢 我们会不会震动啊 会常常是 所以我们要成为什么 不能震动的殖民 带进不能震动的国 Amen 怎么到这个目的呢 唯有我们 天天转向他 从我们个人的感觉出来 进到他这个 神圣的属性的里面 所以今天在 照会生活里面 可能啊 你看见外面 有一些的 有一些感觉 或有一些的 地中之辈的情形 但是不要忘记 我们需要进到神的话 被神的话所充满 看见这位神 是不能震动的 他的国 是不能震动的国 他这位神 是永远的神 所示里面 他这位宝座 行政里 他是存到万代的 他是那一位 不能震动的国 Amen 尼迪雄坐监二十年 是不是 你看他是我们的榜样 他是荣然不改变的 他最后说什么 两句话 怎么样 两个字 牺牲 所以看见 我们尼迪雄 这是我们的榜样 他是那一位 在他里面的神 是不能震动的 Amen 我们所领受的 也是那不能震动的国 Amen 谢主 Amen 远之神 耶和华的慈爱 连续和信实上 认识他 好 这一篇 弟兄们 我的领会 是在边缸药药的时候 他着重地来看到了 耶利米哀歌 因为你会发现在其他的几篇 大概圣经的根据 耶利米哀歌 并不太出现 但这一篇 蛮着重 耶利米哀歌 除了第一大点 是耶利米苏的这个来源之外 二 三 四大点 都是耶利米哀歌 好 那么 我们读到耶利米苏 和耶利米哀歌的时候 这一次已经经过六篇了 那么这一篇 我就再一次的提醒 弟兄姊妹们 我们要有神经伦的眼光 否则 你会发现 无论是耶利米苏 或者耶利米哀歌 都很难读 很难读 其实耶利米哀歌 它在希伯来文学里头 有它的价值 所以我很简短的提一下 耶利米哀歌 它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每一节的开头 就是一个字母 是照着希伯来字母的顺序 希伯来字母有二十二个字母 每一节的开头就是一个字母 而且照着希伯来字母的顺序 写下来的 所以你就看见耶利米哀歌 耶利米写这首哀歌 在文学上 在文学上有何等的价值 不过话说回来 翻成中文之后 对不起 完全看不出来 我们这是没有办法的 这个翻译上碰到这种 这种啊 头韵 这个头韵就是 在这个原文的 这个写诗的时候 写歌的时候 有各种的韵 像这个叫做字母诗 在翻译的时候 是还翻不出来 所以可能 以色列人很保爱 耶利米哀歌 但是我们读起来 说实话是有点 有点 姑且借用中国的一首诗 林表涕气不知所云 好 那么但是呢 弟兄们帮助我们 还是要有神圣的眼光 所以有了这一篇 所以包含弟兄姊妹啊 对这一篇 你要学会增赏它 好不好 好 那么我很快的再点一下 第一大点 是从耶利米书 因为呢 耶利米哀歌 在他是一直到了第五章 当耶利米他转 改变了他的位置 和他的角度 改变了他的立场和角度 他就开始呢 转向耶和华 所以他才开 他才有了第二大点的 那个经文 我们再读一下 耶利米哀歌五章十九节 来 耶和华 逆存到永远 你的宝座 两两道读一下好不好 来 耶和华 逆存到永远 这一句话说明耶和华神的永远的琐事 你存到永远 我们都是短暂的 甚至地上的帝国都是短暂的 唯独耶和华 你 存到永远 第二呢 你的宝座 存到万代 这说明他的行政 是存到万代 地上的这些君王 他们的宝座都是暂时的 但是你的宝座却存到万代 这是耶利米哀歌 刚刚讲了 从文学的角度 以色列人可能很珍赏 但是当我们来读的时候 我们就不得不说 翻译到别的语言 这个文学的美就不见了 所以对我们来说 我们来读 要读的是神圣的启示 哀歌五章 你怎么很快的能够写一下 哀歌的第一章 是为着呢 为着圣诚的荒凉哀悼 第一章他哀悼的是 圣诚的荒凉 第二章他哀悼的是 圣诚的被毁 第三章 他为着受苦的 受困苦的森严者哀悼 那这个受苦的森严者 是受惩罚的百姓 是一的 第三章 他是为着 森严者 受困苦的森严者哀悼 第四章呢 为着受惩罚的百姓哀悼 所以一二三四章 都在什么 哀悼 所以为什么这一卷书 用哀歌来表达它呢 因为它的题材 就是一首歌 或者是一首诗 甚至是一首什么 字母诗 但是它的内容是悲哀 所以叫做耶利米哀歌 他都在哀悼 为着圣诚的荒凉 为着圣诚的被毁 为着受困苦的森严者 为着被惩罚的百姓 到了第五章呢 到了第五章呢 他开始祷告 为圣民祷告 但是即便祷告呢 在前十八节 仍然还在那里呢 这样哎呀 我们的这些百姓 你的百姓啊 因为你的惩罚 这多么可怜可怜可怜 刚刚讲了 我们章中说的 到了第十八节 他还在说什么 西安怎么样 荒凉 只有什么狐狸 醒在其上 西安是神所拣选为 他的居所的地方 怎么会变成荒凉 只有狐狸呢 但是十九节 感谢主 这就是呢 写 这些神的生严者 宝贵的地方 他转了 他改变了他的什么 立场 他改变了他的position 他也改变了他的角度 他的角度跟他的立场 再也不看以色列人了 他的立场和角度来看 耶和华 所以这时候他就开始呢 赞美了 赞美说什么 耶和华神啊 你存到永远 你的宝座存到万 这是耶利米 好所以呢 弟兄们在边缸药药的时候 弟兄们先把 这一个编在第二大点 为什么呢 原因刚刚呢 其实读过了 盼望你能够呢 更注意 就是在第二大点的第五终点 第二大点的第五终点 在注节里 所以若能 你就加上几句话 就在第五大点的第五终点 这个地方呢 在注节里有一段话说 神永远的所示和他的宝座 高于他的慈爱 连续和信实 因为第三章说到 神的连 神的慈爱呢 我们不至于消灭 是因为耶和华的慈爱 还有呢 你的连续不至断绝 还有你的信实极其广大 所以在哀歌的第三章 说到耶和华 他的什么 三方面的属性 他的什么 慈爱 他的连续 他的信实 但在第五章这里 注节告诉我们 神的所示 永远的所示 还有他的什么 宝座 高于他的慈爱 连续和信实 所以这篇纲要 要来讲耶利米书 要先把哪一个 放在最前面呢 五章 五章的 说到耶和华 神永远的所示 还有他的什么 宝座 弟兄姊妹 不只对耶利米来说 神永远的所示和宝座 是这么重要 其实今天对我们来说 仍然是这么重要 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来在这里 服侍主 我们在这里 过照会生活 太多的时候 其实是每一天啊 每一天 我们都需要呢 改变一下 我们的立场和角度 从我们眼前 眼前所看的 弟兄姊妹 各种人事物啊 转向耶和华 每一天我们都需要 像耶利米亚 起来宣告说 耶和华 你 存到万代 你的宝座呢 不 你 你什么 永远长存 你的宝座 存到万代 这样会叫 我们的服事 这会叫 我们的所有的劳苦呢 不失望 真的弟兄姊妹 你有没有失望过啊 郭忠祂为什么有没有失望啊 如果没有失望 表示你没有劳苦过 真的 对不起啊 有的时候包括像我在这里讲啊 我都想算了 何必讲这么大声 何必讲这么用力 用着有点不太想听的样子 但是呢 把我们的立场跟角度转一下 我就知道呢 我们的神 存到永远 祂的宝座呢 存到万代 这都是在过程中的 好 那么也因着这一个呢 所以就有了第一大点 既然要讲到神的所事 第一大点 那两个经文 弟兄姊妹也要背起来的 那两个经文呢 第一大点 第一个大点 是第一个终点的经文 耶和华是真神 是活神 是永远的 耶和华是 两两对讲一下 耶和华是 是 耶和华是真神 是活神 是永远的 而第二终点讲到什么 建察 人心 肺腑的 万君之耶和华 哎呀 我不要你如何 对我来说 这么多年读圣经 说实话 有一句话 有一个东西 是我一直不明白的 因为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机会去明白他 就是万君之耶和华 我每次读到万君之耶和华 我就说这到底要讲什么 为什么要强调他是万君之耶和华 他军队很多 然后呢 做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强调呢 偏偏到了耶利米苏 八十多次 恐怕是 提到万君之耶和华这个名字 最多次的一卷书 为什么要这么强调呢 因为这整个耶利米 他所诉说的 以色列人 干犯了耶和华 受惩治的结果 就是被什么 被列国 列国 这个国 那个国 这个军队 那个军队 来了把他们 攻打了 把他们迁徙了 圣殿被毁了 看起来都是列国 但是感谢主 耶利米在这里 看见了 我们的耶和华 神是万君之耶和华 所以弟兄们就特别点出来 这个万君之耶和华 第一次出现在哪里啊 有没有注意到 万君之耶和华 圣经中第一次出现 这个原则很重要 万君之耶和华 这个词 第一次出现 是在哪里啊 撒木尔记上 第一章 撒木尔记上 第一章 撒木尔记 之前是什么记 蒙逸 四诗记 四诗记 你读完有什么感觉 四诗记 一句话形容它 他们中间 没有王 个人 任意而行 你喜欢这一卷书吗 读完四诗记 你的感觉就是 一团混乱 到了撒木尔记上 在神圣的记载里 就给你看见 祭师之分 败落了 但是我们的神 仍然有他的经论 所以这里呢 在撒木尔记上 第一章 就说到一个人 叫做以利拿达 就是呢 哈拿的丈夫 他来向万君之耶和华 祷告 换句话说 人可以失败 人甚至可以失败到一个地步 形容他们 叫做他们中间 没有王 个人 任意而行 失败到一个地步 连神的行政都缺乏了 甚至失败到一个地步 哈拿说 神啊 我看你这么 这么缺乏 我把我儿子借给你 真的去读圣经 哈拿把儿子借给耶和华 耶和华需要向人借 但是在这个时候 圣经向我们启示 耶和华神是 万君之耶和华 哇 太宝贵了 所以今天呢 一样 当我们在这里服侍的时候 当我们在这里 为着 主的就要回来 看见这个世代的 这个现今的局势 我们要常常起来宣告 万君之耶和华 我们的主 就要来具有权地了 我们的主 就要结束这个世代了 我们的主 要再加强我们 他才是呢 整个大能 他是大能者 他是整个军旅的主 叫我们能够跟他 万君之耶和华来合作 好 第三大点 来 我们一同读 我们不致消灭 是出于耶和华的词案 因他的连续 不致断绝 没早成 这些都是新的 你的信实 好 这个你的信实极其广大 那一篇 是在前面第几篇呢 神在他的经轮上 是信实的 第三篇 你的信实极其广大 是讲在神 在他的经轮上 是信实的 为什么呢 事实上呢 你要根据耶利米埃哥 第三章 二十二二十三节 之后就是二十四二十五节 好 我们读一下 第四大点 就是二十四节 我的魂说 耶和华是我的分 因此我要仰望他 耶和华是我的分 还有呢 我要仰望他 是我的分 还有呢 仰望 或者说呢 盼望 这都是新约的味道 所以在这里 耶利米 他在这里呢 写哀歌的时候 他回到灵里 他就说出了神的经轮 耶和华的慈爱 耶和华的连续 耶和华的信实 是为着他的经轮 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分 我仰望他 好 来我们读一下第三大点 第一终点 耶和华向耶利米显现说 我以慈爱 第一小点 对第一小点 耶和华的慈爱 宝贵 永远长存 大过诸天 应道基督 做神建筑的 好 慈爱 什么是慈爱 慈爱 不光是爱 而是一种柔细的情爱 一面来说 神爱我们 但神的爱 他是柔细的 我们第一篇也说到 他是心里柔细的神 那么这个心里的柔细 就表达在 他的治理行间 他的哭泣 当然也表达在 他的神性的 属性上的形容 就是慈爱 柔细的情爱 而这个慈爱 很特别的是 这个慈爱 这个柔细的情爱 是引到了基督 做神建筑的防角石 这是根据诗篇 诗篇 你看到118篇 从第一节开始 他的慈爱 永远长存 第二节 他的慈爱 永远长存 第三节 论亚伦家 他的慈爱 永远长存 第四节 愿敬慰耶和华的说 他的慈爱 永远长存 到了22节 今天我们就看见了 他的慈爱 引到什么呢 匠人所弃的石头 已成了防角的头块石头 因着他的慈爱 虽然匠人 就是这些 以色列的这些 经学家 这些教师 这些呢 祭师应该是 匠人 应该能知道 这块石头 才是神所要用的 但是 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 却成了匠人 所弃的石头 却成了什么 防角的头块石头 所以当使徒行传 彼得来引用他的时候 事上来说到呢 我们的主乃是 石头救主 因为他是呢 他是呢 防角的头块石头 所以呢 就让呢 无论是犹太人 无论是外邦人 都能够在神的救恩里 被拯救 甚至被建造在一起 这是什么 这是耶和华的慈爱 好 第二小点 诗篇103篇说到 神的历史中 他的慈爱和连续 就如呢 赦免他指明的罪 医治 救赎并 顾念他们 第三小点 我们一同读 诗人对耶和华说 我必凭你丰富的慈爱 进入你的居所 弟兄们 A 任何人若有进入西安山上 圣殿的特权 他就必定在神的慈爱之下 姊妹 对 弟兄们 在耶和华的殿中 想念他的慈爱 指明我们在照会中 摸着他的慈爱 第四一同来 诗篇101篇 好 慈爱 那么这是 诗篇其实有更多的地方 所以刚刚的 二三四小点 就提到了 诗篇的这些 但我们没有时间 去深入了 第二重点 我们一同读 以色列人失败了 但神的连续 保守了以色列渔民 为着 好 为着什么 完成他的经 读耶利米书 和读耶利米埃哥 巴望你人从里面 好像有种的 跳起来说 哦 这是神的经纶 你虽然在读旧约 你虽然在读 以色列人被惩治 但是读到有些地方 你要说 这是神的经纶 如果你这样读 哇 耶利米书对你就是活的了 否则你还真的 很难把耶利米书读完 篇幅非常长 又有相当的重复 好 那么在这里看见 神的连续 保守了以色列的渔民 为了什么 完成他的经纶 好 第一小点 连续比连民呢 更深 更细 更丰富 第二小点呢 连续是指神在他爱的树子里 所产生的 好 我们对于呢 圣经中这些词啊 常常我们都不知道 怎么去解释它 常常都觉得是 只可意会啊 不可言传 但在这里就告诉你呢 什么是连续啊 神在他爱的树子里 所产生的什么 内在情爱 连续是比连民呢 更深 更细 更丰富 当然连民又比恩典呢 够得更远 恩典 某个角度来说 你还得配 连民就是什么 根本就不配得恩典 那连续呢 又比连民呢 更深 更细 更丰富 它是一种呢 在神爱的树子里 所产生的一种 内在的情爱 所以灵后一章三节说 连续人的父 雅各书五章十一节 明显主是满有慈心 且有连续 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六节 你们要有连续 正如你们的父 有连续一样 在神的树子里 有一种内在的情爱 就是连续 好 第三小点 因神怜悯的心肠 基督来到地上 这根据呢 路加福音一章七十八节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 叫清晨的日光 从高天临到我们 那事实上这个是中文的翻译 在英文的纲要里 它一路都是连续 在这里也是 怜悯的连续 怜悯的连续 只是呢 如果你这样翻 人家会觉得你在乱翻 所以在这里翻成什么 怜悯的心肠 事实上就是 这里的心肠就是 compassion 事实上就是怜悯的连续 那么第四小点 耶和华的连续 每早晨都是新的 A点 姊妹们 二十三节上半 指明耶利米 每早晨都接触主这 弟兄们 借着他与主的接触 他得着了关于神的 慈爱 连续和信实的这话 好 第三小点 终点 耶利米对耶和华说 你的信实 对 第一小点 他的连续不致断绝 因为他是 他的连续不致断绝 刚已经讲了 怜悯比恩典构得更远 连续又比怜悯来得更什么 更深 但是即便是这样 他的连续都可能断绝的 会不会啊 如果不是他的信实啊 极其广大 会的 所以你认真说 想想看我们的情形 神到底啊 赦免我们过多少次 算得过来吗 我承认我算不过来 如果我旁边有一位 要我去牧养 像这样子的得罪我 早就断绝了 连续都断绝了 但是神的 耶和华的连续怎么样 不致断绝 为什么啊 因为他的信实 极其广大 好 那么他信实在哪里呢 第二小点 神对他自己的话 是信实的 他不能否定自己 不能否定他的性情和所事 所以呢 第一 这个信实在哪里啊 在他的话 他对自己的话是信实的 所以呢 他所说的话 总一定要是信实的 他一定要成就 第三呢 在神的信实里 他已呼召我们 进入他儿子的交通 并且他要以他的信实 保守我们在这 分享和享受里 好 这一点非常重要 神的信实是在哪里啊 是在完成他的经轮上 是信实 换句话说 神非常可能 在我们各样的需要上 他似乎不管我们 似乎让我们去 甚至于在许多物质的需要上啊 我想越是爱主的丢子 你可能越有精力 好多事你最好不要太祷告 你越祷告越糟糕 物质的事 我曾经天天祷告 主啊 这大学三年过去了 我成绩这么差 毕业怎么办 也不能出国 也不能找个好工作 主啊 这学期让我能够 我只修了四门课 每课都九十分好不好 每天我坐半个钟头的公车 从学校到新竹的会所去 住在丢子家 主啊 我这么爱你 这么出代价 只有我一个人住丢子家 主啊 结果那学期呢 拿到成绩一旦发现 当掉二分之一哦 主啊 他怎么会这样呢 祷告的越厉害 物质的事 主有时候呢 做的反而更厉害 为什么 我那么在意他 他就成了我的偶像了 如果那事成功了 以后我岂不是 更是拼命祷告吗 但是感谢主 主在他的什么 经轮上 在完成他的经轮上 他是信实的 所以丢子一定要弄清楚 当我们讲到神的信实的时候 不要弄错方向了 好 第四大点 我们一同 第三 第四小点 信实的神招了我们 就必要怎么样 全然圣别我们 并保守我们 全人得以完全 好 第四大点 我的魂说 耶和华是我的分 因此我要 好 仰望 其实就是盼望 盼望 好 第一小点 耶利米这话 论到耶和华是我们的分 以及我们对他的盼望 有什么 新约的味道 为什么 哥罗西一章十二节 这里说到 我们能够呢 够资格 要感谢父 我们够资格在光中 同德 所分给众圣徒的分 基督是我们的分 这是新约 所以耶利米说到说呢 耶和华是我的分 哇 还有什么 新约的味道 还有呢 哥罗西一章十七节说 基督在我们里面 成了荣耀的盼望 所以呢 耶利米说 我要仰望他 是不是 是不是很有新约的味道啊 来 弟兄们读第一小点 耶利米享受耶和华做他的分 并且他不指望自己 也不指望别的事物 只仰望耶和华 姊妹们 他是连续的 弟兄们 另一面耶利米领悟 我们仍需要每早晨接触主 全然仰望他 等候他 并呼求他的名 姊妹们 等诗人敬老神的圣索 对 对 弟兄们 诗人在神的圣索里受教导 单单以神自己 而不以神之外的任何事物 做他的分 姊妹们 对 好 第二重点我们一同读 等候耶和华 心里寻求他的 耶和华必 好 在这里的等候 等候不是等待 等候 在英文的翻译里头 很特别 总是呢 不只是wait 而是后面加上一个介细词 这样恢复本在这里就翻成 wait on wait on 虽然神是真的活得连续的和信实的 但神为了试验他的子民 藏在应验他的话上 怎么样 单言 神为了要成全我们 试验我们 好 那第二呢 等候永远的神一级呢 我们要怎么样 了结自己 就是停下我们自己的生活 工作和行动 接受神在基督里 做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人位 和我们的顶替 A点 我们需要学习 等候主的功课 等候 凭下我们自己的努力 等候 而等候的时候不是消极的等待 而是呢 把我们所有这个 这样的等 放在他身上 换句话说 当我们的注意力 我们的焦点 我们所 我们所享受的乃是基督自己 好 你们寻求我 你们寻求我 若全心寻求 就必寻见 你呼求我 我就应于你 并将你所不知道的 又大又隐秘的事 只是你 Amen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